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龙水 我又来带大家看乡下了 上次带大家看了首谷 这次带大家来的是奇遇县的春日过时 上次那个视频之后有人跟我说 你这根本就不乡下吗 乡下哪有这个样子 你们要看那种全是田 全是土的乡下 当然有 迟早会有的 但是要看那种地方的话 就得去比较远的地方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疫情也不要跑太远 如果开着一辆东京牌照车 你去哪儿 别人都排挤你 其实管这些地方叫乡下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日本除了东京 全是乡下 春日过时还是挺欢迎大家来移居的 这边给了这个城市各种的情报 这边是一个简略地图 然后这边就是城镇情报 扫码 然后这里是观光情报 扫码 这里是带孩子的情报 扫码 这边是行政 防灾 都可以扫码 今天来看春日布市 是选了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地方 这里是蜡笔小青的老家 但是春日布市所在的奇遇县 我是不怎么喜欢的 关东哪个城市我觉得都可以住 但是就是奇遇县我不太想住 在日本唯一一次交通违规 就是被奇遇警察抓的 而且还是钓鱼执法抓的 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奇遇 如果非要我住奇遇的话 我宁愿在外边露宿街头 饿死死外边从这跳下去 我也不会住奇遇 但是我又对春日布市非常的有好感 虽然我没有来过 所以我还是想来看一看 万一春日布市还不错呢 是吧 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在车站这附近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什么吃的 吃的就是一些快餐 像什么松乌鸦吉野家 要不是就麦汤劳汉堡王这些 既然都是来拍云旅游了是吧 我觉得吃饭还是该去吃一些 更能代表日本特色的一些菜 你们说是吧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吃的 就巷子这里吧 有一家中餐 但是你说 大老远的跑到春日布来 就为了吃中餐吗 那不至于吧 所以还是别吃 吃它旁边这家印度菜 把这个装备看出来 这个颜色是炸鸡肉丁和肥麻烹肉丁 烤鸡肉丁 切片是炸鸡肉丁 谢谢 主持人一切的肥麻和肥麻亚 谢谢 我天啊 没想到这么大 从哪开始吃呀 来 吃个楠呢 哇 好烫烫 我没想到印度人这么实在 1000块钱的套餐 一个这么大的馕 然后还有一块烧烤的鸡 烧烤的咖喱鸡 然后两份咖喱 一个沙拉 还有一坨饭 然后我现在吃到现在还有这么大一块囊 吃吧 吃完了 撑死我 撑死我了 天哪 在车站附近转了一圈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拍的 然后我们去前边吧 刚才在谷歌地图上看了一下 就那前边有一条河 叫古丽根川 我们去看一下河边的风景怎么样 这里就是河边了 好 瞧一瞧河边走一走 这个桥叫做古丽根川公园桥 河边就这样 就这样 那我们再往前散一下步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就被树挡着那有一个网子 是不是有一个击球场呀 诶 在开吗 好久没打棒球了 想去挥一两杆子试试 走 我们去打一打 还真是个击球场 来了来了怎么能不去挥一两杆子呢 走哪 一楼是一个宠物用品 二楼吧 哦 对 走这里上去 走走走 小心 哇 这里有卖小新的队服 有点意思 哇 哇 天呐 又打折了 很早之前就有了 绕地球一圈的游轮旅行 在疫情之前 它好像是三百多万来着 然后你看之前打折打到了一百二十九 现在只需要九十九万就可以了 但是好像没人去 没人去 走上去看看 OK 刚才看了一下打这边球的规则 一局是二十五个球 然后一局需要花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大概就是十二块人民币 然后两百块钱在日本的话就是两个硬币 对 两个硬币 好 现在我们拿着两个硬币往这个机子里边投币 就可以打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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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腾 谢谢 哦 那边有人在盖新房子 他们找的一条公物店 还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公物店吧 日本这种房子 从一片土地到盖好能入住 大概就半年到一年就可以给你盖出来了 速度相当快 春日部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城市了吧 这些房子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都是挺老的房子 我觉得这里有点灰蒙蒙的 色彩感不是特别足 然后活力好像也不是特别足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多少小孩子 待会去公园说不定可以看到很多小孩 我们去看看吧 接下来的画面其实都是在去公园的路上 我在谷歌地图上看到一个公园 其实也就几个路口的距离 然后我就开始走了 走着走着我发现 怎么越走越远 后来我才发现 一个路口就要十几二十分钟 我来回走了二十多公里 我都没有走到那种公园 所以这个视频结束为止 都不会出现公园的画面 但是在路上的风景还是挺好看的 大家就继续看吧 大家先安静一下 我们现在走到居民区里边了 说话要小声一点 听见没有 你说小新他们家住的是不是就是这种小居民区 不过我一路看下来 他们家那种带院子带围墙的 好像还不多 他们家是不是大户人家 你说野员广志其实还挺有钱的 野员广志它三十多岁 一年的年收是六百到六百五十万日元 这个水平其实在同龄人里边都算挺高的了 三十到四十的话 年收高的其实也就四五百万吧 它这个六百五应该算是很高了 小新他们家就是这种一户建嘛 一户建在日本的话 算地带房子 大概加起来三千到四千万日元左右 是比较正常的 那你可以算一下 三千到四千 野员广志他们一家六百五十万左右的年薪 其实压力不是很大 因为我比较关注嘛 所以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日本这边买房平均的利率 大概是在零点五到一点八之间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区间内 然后你可以选择零首付贷款 但是你去问那些房地产商的话 他都会跟你推荐说 你去付个两成左右的首付 这样银行批下来容易一些 但是按我的想法哈 我觉得 这个首付能不付就不要付 既然有可能申请得到零首付 那这个利率 你付个首付就是浪费 然后日本这边买房贷款 通常都是35年代 然后小新他们家 好像是31还是32年 那应该是还了几年 还剩下30多年 没想到我要去的公园那么远 我已经走了30多分钟了 然后刚才搜了一下地图 地图跟我说 还要再走20分钟 你看我已经走到哪儿来了 一片田野 所以春日部这边和其他的乡下一样 都是得开车 都得买一台车 哇 怎么路这么长啊 虽然我已经走到这么荒这么村 这么田野的地方 但是呢 前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招牌写着 我们这里有一家帕琴科 帕琴科什么呢 帕琴科就是小钢猪 薄青哥 就是赌博的那个东西 日本到处各地都有帕琴科 不管是再怎么偏僻的地方 都绝对有一家 你可以怀疑世界上任何一切的东西 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 帕琴科它开店的决心 我记得我视频开头跟大家说 大家想看那种典型的乡下 我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 结果呢 我现在好像就已经到了那种典型的乡下了 哇 我刚才一路上都没有戴口罩 现在呢 我又把口罩戴上了 其实这里完全就没有人 就没有行人 但是我戴上呢 是因为 我在这边吸尾气息的有点呛 前边有一个医用商场 有一个营业商场 我要进去 我要进商场去休息一下 救星 现在那公园大概还有 让我查查 一公里 一公里 不行 我要进商场 说什么都不行了 我要进商场 这个地方感觉是来了乡下人口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了 你看这里有一个医用商场 然后那边有一家home center home center就是卖建材的 SPA B8 Home 我现在要进去了 好 进商场 吹空调 找家星巴克 喝喝咖啡 坐一坐 空调呢 怎么不开空调呢 我现在要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